那再來你認為說對三歲以下的小孩子 可以看守所裡面他可以帶三歲以下的小孩子 那如果三歲以上呢 其實三歲以下就很大的爭議了 其實我一直認為小孩子在媽媽身邊長大 不但對小孩的這種親情的關係建立很重要 對媽媽的一種責任感的建立 重回社會的這種激勵的作用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是贊成的 但是有很多學者專家連這樣都反對 認為說這個年齡要再降低甚至取消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 有很多不同意見的一個議題 所以委員的意思好像說應該再提高是不是 因為再提高的話 我是覺得有些學者的講法 我也相信相當有道理 就是說他已經能夠識別事情了 所以他發現他是在監獄的監獄的環境中 他可能對他的心理上會有比較大的不好的影響 比那個年紀很小的小孩 他對遠一點比較寬一點的社會環境 比較理解力不是那麼高 所以影響反而是跟直接相處的人關係比較大 所以在林寧要不要放寬這一點 我們目前是比較稍微持保留的態度 除非有更多的學理證明說 這對孩子的心理影響沒有什麼太大的負面 而且正面比較多 我才比較會贊得 那你對於 現在只有女性的部分 可以三歲以下 因為強保法或什麼的 那如果男性呢 他如果是個單親失婚的呢 如果從性別平等的角度好像理所當然 可是實際上 部長 監索裡面由男性照顧孩子 他不是光是要給他一個說 可以跟在爸爸或媽媽身邊這樣一個機會 而還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就是說他要有一些附屬的設施 可以讓孩子在那邊遊戲 可以在那邊有一個比較溫馨的一個場所 在那邊活動 所以這些還要看一個實際面的狀況 還有就是說男性他照顧孩子的能力 我們不敢以偏概全說 所有男性照顧子女能力都不如旅行 那你認不認為看守所應該規劃育嬰的空間 或小孩子的另外的空間 看守所的狀況是他比較複雜 因為他的人的流動很快 流的時間很短 所以他這個人進進出出的狀況 也就是比較難以掌控 我們在像台中女子監獄有附設這種 可以照顧孩子的場所 其實還要跟外面這個監索外的社會資源連結 請外面的育青專家又教老師到這裡面來 這些都是細節嘛 所以看守所要去建立這種 我只請教部長 你認不認為應該多規劃 我們修法裡面有建立這個空間 但是實際面上能不能實現 就要看具體個別的條件 所以你也認同嗎 對我們有把它修法上有保留這個空間 好 部長你對齁 我看你對這個人權啊什麼 對這個你對很重視嘛 那我回過頭來請教你 關於剛剛很多人講的肯牙啦大馬的這些人啊 雖然我們知道他是詐騙集團 他應該要受審 應該有很多的民意也認為他應該要受重罪的懲處 不過這些人有沒有人權 如果他是台灣的國民 對當然有人權 但所有的人權都不包括犯罪 蛤 剛剛 部長你所講的喔 我說犯罪的人有沒有人權 你也說有喔 那為什麼你現在態度是不一樣 我說的不包括犯罪 不是不包括罪犯啦 我是說不包括犯罪行為 也是人的權利 犯罪行為我們不管 我剛請教部長的是這些人雖然犯罪了 當然有 我們也認為他應該要重罰 是 那這些人雖然犯罪他有沒有人權 有 當然有 有嘛齁 那就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再請教一下齁 我們的兩岸共打協議啊 我不知道部長你之前剛去訪問回來齁 我們對這個部分 詐騙集團部分 我們平常都是在怎麼聯繫 在怎麼聯絡的 其實第一個就是情資交換 好就是他發現有台灣人在那邊炸雞 或者說他發現有大陸人在台灣炸雞等等 所有的情資先交換 好 我們一年交換六萬多個情資 一年交換六萬多個情資 不是不是 六萬多是文書送達 那情資交換也好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齁 像肯亞的案大馬的案 我們的情資為什麼大馬 我從報章早日上看到沒有 沒有任何情資 那是因為這不是共同辦的案件 所以情資交換都是共同偵辦的案件 像過去菲律賓的案件 就是還有人各自帶回都是共同辦你的案件 我想啦齁 如果部長你剛剛認為犯罪人也應該有人權 那這些人我相信也不只肯亞案也不只大馬 應該有很多的案子都還在 我們法務部有掌握資料嗎 或外交部有給你任何資料嗎 外交部通常比較不會提供 但是我們會努力去跟大陸要 不 部長你認不認為啊 身為一個法務部長 這些的資料 既然我們有兩岸的共打的協議 你應該平時就應該保持密切聯絡 他中國在辦任何的案子 應該就是給我們相同的一個資料 兩岸才能共同打擊犯罪 不然他這樣給你穿小鞋 你覺得你當一個法務部長 這種事情 你看得下去嗎 我倒不想說他穿小鞋 事實上他們 跟我們合作的案件 像菲律賓那個案件 他讓我們檢察官大陸辦案 不是部長 我先請 你先聽我講 我想請教您的是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我們依照條約上來看 是要兩岸共同打擊 你現在的說法好像是 中國單方面他選擇了哪一個案子 要跟你共同爭辦 他選擇 他不想跟你共同爭辦 他就不要 這樣子條約的精神合理嗎 報告委員 我們自己也是這樣啊 我們辦大陸人的案件 如果我覺得自己辦就可以了 我不用跟他合作辦 我們也是自己爭辦啊 這本來爭辦案件的時候 常常看有沒有需要對方協助 那你身為一個法務部長 像現在新聞啊 國內的輿論這麼大 你認不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制度 像詐騙集團這一種的 也像部長你所說的 哇這麼重的罪 然後呢你也認為應該要去把它抓起來 然後判重刑 可是我覺得部長您說的 跟我們部裡做的 沒有同一個步調 你沒有掌握到正確的情資 沒有去做 我認為 身為一個政務首長 你應該給你的 我們的底下的官員 應該有個要求 這是他的工作的內容 應該從今天以後 能夠時時刻刻掌握所有的資料 不管有任何案子 只要你知道的 你就要去掌握 你認不認同 這是理想 但是人畢竟是人 我們沒有辦法到肯亞外國去拿那麼多資料 我們一定要外國或大陸協助 所以我們要在努力請求協助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積極爭取 所以能夠爭取到多少 我們當然就盡量去辦 但是我們不能說 因為對方拒絕 就要責怪我們的檢察官 沒有努力或不夠認真 這樣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不是 你今天 問題發生了 你身為一個法務部長 你難道不想把這個洞補起來嗎 我想啊 但是我不是神仙啊 可是我覺得 部長 你都說你想 但是呢 你又都說做不到 那如果你都想 又都做不到 那你認為你做這個法務部長 你做的有意思嗎 那我會請教邱泰山部長 以後會怎麼做 那你現在是部長 你現在還是領中華民國 法務部長的薪水 這個現在就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們交界的事情 我現在不問這些 我先問你 你還是法務部長 這個部分你要怎麼去解決 努力爭取啊 努力 怎麼努力 怎麼爭取 不是 你上個月 你之前 你這個月初才去大陸回來而已 花了人民七十多萬 我們有很多工作成果啊 蛤 我們沒有看到啊 我有報告啊 我現在只請問部長 這個部分你要怎麼去做 我們就是努力爭取繼續協商嘛 所以沒有方法 這就是方法啊 只有想法沒有方法 這就是做法 我們實際在做的 你的做法怎麼做 那我給你三十秒你說一下 我們就聯絡 打電話發email傳真 把我們的需求要的東西 一一都列出來 請他們盡快提供給我們 然後說明理由 然後也是盡快 請他們安排時間 讓我們過去 讓我們能夠看到人 看到證據 部長原來你們的做法就是打電話 email傳真而已啊 那我不知道 你 你上個月 花那麼多錢 這個月花那麼多錢 去那邊是幹什麼的 結果呢 去那邊吃吃喝喝回來 跟全國人民講說 你跟大陸的溝通 就只有發email傳真 打電話 我覺得 這樣子真的是有愧於國民喔 你這樣講對我們非常不公平 我們那四天都非常辛苦 不是 我不認為什麼叫不公平 我認為身為一個法務部長 不能夠做一件事情 就只有跟國人講說 只有發email打電話傳真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委員要講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法 我不是憑口子摘 我跟你講齁 我今天如果是法務部長 你是立委 我就跟你講我怎麼做啦 那我今天是立委 你是法務部長 我是請教 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我請教你怎麼做 結果你今天啦 跟全國的民眾講 我們就只有傳真 打電話email 我跟你講 所有的國人聽了都會生氣啦 不是我在這邊生氣而已 我跟你講齁 部長 這個齁 我覺得這個問題再問下去齁 也沒有什麼了啦 因為全國的民眾都知道了 我最後齁 剩下一點時間 部長我查了一下齁 你的財產申報 哇 你這三年內 你的財產報增一千四百多萬 我不知道部長 你有什麼話 或你怎麼報真的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我不需要解釋 因為我所有都是正當來源 蛤 都是正當來源 哇 你一個月的薪水十八萬 我沒有先生嗎 蛤 你的先生一個月多少錢 我不需要再具體的一個個講 我都申報了 是不需要還是不敢講 我為什麼不敢講 我們都光明正大 蛤 那我在這邊就請教你啊 蛤 我不需要把這種 我覺得齁 全台灣應該很多人 都想學部長 怎麼如何在三年內 賺到一千四百多萬 而不是想要只要聽到說 你在做事情 在公務上 就是只有打電話 傳真 E-mail 可是對自己的財產呢 卻能夠在三年內 暴增一千四百多萬 我覺得齁 你如果不想回答 或不能回答 或怎樣 我跟你講 全國的民眾會自有判斷 我認為不必回答 好 謝謝 好 部長請回 謝謝 這個 部長 在答詢的時候 不斷提到說 不要扣你帽子 這個我們完全同意喔 就是 我們一貫的態度就是 也希望 大家在沒有具體 這個 市政的狀況之下 不要互相的指責 所以 我們委員會部 在今天中午前提供喔 法務部在四月十六號 所發新聞稿 自己錯了還怪人 這裡面 有多次提到 徐永明等立委 或這些立委 這個 這些立委啊 有三個地方提到 或者政黨 那麼請法務部呢 能夠清楚說明 這些立委指的是誰 我們相互尊重啊 相互澄清 好 中午以前行法務部 把這個第三個資料 也送本會 好 我們接下來請 許淑華委員 時間十二分鐘 我們請羅部長 謝謝 許淑華委員 好 部長好 今天所有的重點 都在於你十六號發的新聞稿喔 部長是這樣啦 我想現在我們的立院也都有轉播 那事實上我覺得你的新聞稿當中呢 說的也很具體喔 那有很多委員 特別針對你說了等委員喔 我覺得 你覺得 我先請教那個部長 你覺得你有冤枉這些委員嗎 沒有其實我們已經找到